传说混沌之时 一只蛤蟆捡到一个盘谷天壁 进阶成为金蝉 某日他逼迫虚弱的东洋哥斯拉 与其成天 不料哥斯拉趁机吞噬了一个出阶杀人风 得到修为突破之后 一口吞掉了金蝉 一变成为石灵鱼奇怪 之后他为了报仇雪恨 对宋亲队伍近视吞噬 不成想却一变成了蛮荒异兽大火怪 山海经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 点击下载 我中文山海事件